今天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到收押境界 那么看守所的惠客菜现在也是掀起的话题 曾在台中看守所被积压过的电竞直播主Toys 他也分享最害怕的菜色组合就是香肠积跟鸭了 因为在台语的谐音听起来就像是延长积压 那么他也提醒惠客菜尽量避免买炸物 因为送进去的时候很容易冷掉 另外也避免买味道太重的食物 因为看守所内的菜色比较清淡 反差会太大 里面这个被告最害怕的就是香肠 鸡跟鸭放在一起 好像是最可怕的延长积压 香肠 鸡肉 鸭肉三道菜色料理摆在一起 看似很丰盛 但送进看守所里当惠客菜 在台语谐音听起来就像是延长积压 似乎象征有不好兆头 则被关进看守所的电竞直播主Toys 过去就曾拍影片分享最害怕的惠客菜组合 如今又在网络上掀起话题 惠客菜进去之后 几乎都是放了好几个小时 基本上一定冷掉了 不要买炸的 因为炸的进去就不好吃了 惠客菜该怎么准备才能维持美味又符合规定呢 Toys分享除了避免炸物 也尽量避免味道太重的食物 因为看守所内的菜色料理方式都比较清淡 对比起来反差会太大 另外他也提到罐头类食品 因为含有铁会被认为有机会拿来当作攻击人的器具 因此要尽量避免 惠客菜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 里面不要有骨头 不要有坚硬的东西 因为有可能会藏有金属 所以像是鸡腿饭 或者是说鱼 或是像是带壳海鲜 检查的过程当中 它是会拿金属去刺里面的 不管是肉类啦 或者是蔬菜 看看有没有硬硬的东西在里面 惠客菜经济不少 过来人的推荐菜单也曝光 Toys就分享像是番茄炒蛋 梅菜扣肉跟笋丝 是他推荐的三道菜色 而在坚律里头 还有一种自创的泵粥 是把泡面捏碎后 再加进白粥 再撒上调味料 据说有带过看守所的人 都知道这个意外美味的 创意料理引发热议 据而综合报道